这几天其实也只有两天而已 我们一直在谈together 我们一直在谈就是在一起 你发现在一起 不是外面的在一起 属灵的在一起 不是找一个地方 我们大家坐在一起而已 坐在一起很好 但是属灵的在一起 它有一个更深一点点的含义 所以together we become stronger 但是 你是不是变得become stronger 就证明 你有没有弄对together的意思 如果真的是属灵的together 真的会变得更强壮 所以这几天我们在谈这件事情 昨天晚上给你们教会五个祝福 这五个祝福是从神来的 但是你要用信心去领受 在我服侍主这么多年 我常常看到 其实神很多的祝福愿意给出来 但是你没有信心来拿 所以祝福就是放在那里 没有被拿走 神的祝福永远都是无限量的 已经在那里 但是只有信心的人可以拿得到 阿们 所以一定要记得 有一群人跟随耶稣 圣经记载 但里面只有一个人被遗治 那个人叫做血漏的妇人 为什么 因为她是用信心来到耶稣的面前 她平平的气来到耶稣的面前 甚至她说耶稣不用祷告 我只要摸到她的衣裳下面的 我就会被遗治 哇 好大的信心 有你们今天教会需要这样的信心 所以并不一定是 那个环境让你感觉 困不困难的问题 这个血漏的妇人要来到耶稣面前 是很困难的 因为事实上她如果被人家知道 她血漏没有讲 还去摸跟人家挨在一起 她会被石头打死 知道吗 在犹太的律法里面 大麻风血漏 这些东西都不可以靠近人 可她竟然挤在人群的当中 她不敢讲 可是当她抓到耶稣的那一个衣服的时候 有一个能力从耶稣的身上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耶稣的能力会出到这个人的身上 另外一群人跟耶稣碰来碰去 能力都没有出去 所以耶稣说是刚刚谁摸我 门徒说这么多人挤着你 你还要说谁摸你 很多人都摸到你了 可是只有一个血漏的夫人 她是那一天最可怜 最软弱 最病痛 最无助就是她 可是耶稣那天的能力是 给了她 给了她 因为她下定一个决心 她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而且她知道 只要被她摸到 并一定会被离止 不容易有这样的信心 真的不容易 我读到那段圣经 其实真的觉得很不容易 她必须排除所有的万难 然后下定一个决心 因为她血漏很久 她已经花尽了她所有的钱 养生 她已经没有第二条路 弟兄姐妹 那你告诉我们天无绝人之路 对不对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你们知道这句话吗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可是我要告诉你 你不需要走到尽头 你就可以让神祝福你了 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 他不走到尽头 他就不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觉得如果你圣经读懂 这样的人是不聪明 真的不够聪明 神从来没有说你走到尽头 我就来帮助你 这句话是人讲出来的 不是圣经的真理 圣经的真理是说 你只要来就得着了 Hallelujah 你不需要走到尽头 Amen 你要趁着可寻找的时候 赶快寻求神 怎么需要走到尽头呢 好像神很残忍耶 都要让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 祂才来帮我们 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 我们的神是 我们的神是 你只要来到祂的面前 祂就给你了 Amen Hallelujah 听懂的挥挥手 以为你们好像没什么反应 要有一点反应 要不然讲的人不晓得要不要往下讲 Amen 对吗 我要告诉你 你不需要走到尽头 但是你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这一次三十周年的音会 陈牧师设计得很好 它是一个机会 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一个机会 你不要浪费掉那个机会 每一个礼拜天 你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机会 每一次祷告会 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机会 我常常鼓励我们教会的 其实他们有的时候就是 卡在他们很忙啦 工作啦 家庭啦 我们教会其实医治的神迹 其实是不少 但是有的时候被医治的信心 并没有真的被提升 圣经有十个长大麻风的 对不对 几个被医治 全部 但是七个会来找耶稣 只有十分之一 太可惜了 他们以为医治完了就被死了 生完病还会再生病 但你如果找到医治的主 你一辈子就蒙福了 阿们 对 求神要帮助我们 好 早上我们提到 你要together 你一定要有一致的一项跟目标 你是个好人 我也是个好人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很愉快 可是方向不一样 因为结束以后 你往北马我往南马 不可能together 不可能together 我要飞去台湾 你要跟我together吗 也不可能 刚刚那个谁 那个 对对对 你的英文名是Mabel是吧 对 他马上要去六月 他马上要去六月 要去嫁到我们台湾 你要跟他一样吗 欢迎 欢迎你来 所以其实 你要跟着教会走 你一定要用教会 神给教会的一项目标 就变成你的一项目标 你才可能跟着教会走 我知道不容易 但是你要相信神的话 阿们 所以早上我们一直在提这个东西 我们大家together 是需要方向一致的 那神的意向不会改变 你在传福音的上面跟教会同心 你在活出基督的见证上面 跟教会同心 当这样子的尾声的时候 你就是跟教会together 第二个together 今天要提的 谢谢同工帮我稍微 他们很会美编 就是第二个因素 就是这一群人 他们必须学习神的原则跟规则 那我们来念一下 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 那时门徒真多 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向希伯来人发辩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友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为师 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师 这里 其实讲到我们昨天晚上提的 这一间最棒的教会 模范教会 第一间的教会 很快就出状况 很快就出状况 这个教会是圣灵大大充满的教会 神迹其实很多的教会 照样出问题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使徒就说 你们要选出七个人来 七代表一个完全 那教会如果太大 七个也许不够 他要有好名声 意思说他生活非常有见证 他要被圣灵充满 意思说他有足够的能力承担 他要智慧充足 他能够解决问题 这样成熟的人 我们选出来以后 请他们管理这一些饭食 光吃饭他们就吵架了 因为有人慢吃 有人快吃 有人被忽略 你们这一次 有没有人吃饭被忽略的 有没有 该吃的时候你都没有被通知 结果没去吃 大概没有了 我们才两百人 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 起码五万人 这些人都是怎么样 这些人都是together啊 我们昨天晚上看那个经文 十路行站第二章的时候 他们信的人都怎么样 再一处啊 有没有 记不记得昨天晚上的经文 那个就是together啊 可是到了第六章 状况就出来了 所以这些together的这一群人 他们这个靠的越近 怎么样 摩擦越大 靠的越近 那种 这个怪怪的感觉越大 靠的越近 越不能够适应 本来我跟你没有同工过 现在跟你一同工 哇原来你做是这样做的 马上吵架 所以教会当他朝向一个目标 开始大家focus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要很留意这个东西 如果他没有一些together的原则 跟被设计出来的管理的规则 很快就会出状况 我们教会很多这个状况 非常多 他来跟我谈的时候 他说牧师 我们现在这个团队 需要买一样东西 我说没有问题啊 教会支持你 结果他跑去跟另外一个牧师再谈 因为他是管行政的 他说我们要买一个东西 那个行政的就说 哎呀 现在教会没有地方放 可不可以暂时不要买 所以他跟两个牧师看 答案一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他就跟别人讲 哎呦 他说跟那个牧师讲话 常常都被打击 哎呀很挫折 因为他是很委身教会 做那个儿童的 他买一样东西都说不要 你看 是不是together 是together 但是你如果 不善于管理好 together很快会出问题 所以together是一个目标 所以在这个大家要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许多的管理的原则 好 那我今天就在讲 原则跟规则一不一样 一不一样 原则英文怎么讲 你们英文比我好啊 principle 规则呢 rule 或者呢 regulation 对不对 一不一样 你就知道了 不一样的 原则对了 不一定规则好用 规则对了 可能违反原则 这样了解吗 所以在一个management 在管理的层面上是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所以教会里面需要允许一些在位置上的 可能是牧者或者是全时间案例的同工 他们设计出一套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一起 一起可以往前走 好 下一张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 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问题的 怎么这个会跑出来呢 好 来 没关系 我们来念一下 预备来着格林多的教会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 因神在基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 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不足 口才知识都全备 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 在你们心里得意坚固 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供应 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 你们中间也不可分档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 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 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 在基督里为阴海的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 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基督 有纷争 这岂不是属肉体 造者是人的样子行 好 这间教会很出名 叫做格林多教会 它这里讲说这个教会呢 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 恩赐非常的丰富 对不起我不是拿这个要来讲你们 我只是照着圣经 圣经给我的感动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状况 完全不知道 可是我最好看你们的这个呈现 我跟陈牧师这样 真的很有创 所以你们恩赐是很强 但是不要学他们 这一间教会就是恩赐非常的强 口才知识怎么样 都全卑 其实是个很棒的教会 但是你读保罗的书信 你就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大问题的教会 层出不穷的问题 所以不是恩赐的问题 不是你的creativity的问题 是他们能不能在基督里 变成一个属神的属灵的 那个生命 他们才能够用那个很丰富的恩赐 去成为福音大能的名证 阿们 所以这个值得提醒我们 值得提醒我们 一个教会在维护整个教会 要往前走的整个方向跟影响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要考量的 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我才说你要委身给耶稣 但是你委不委身给这个教会 你要你信得过耶稣 但是你信不信得过你们的主人 不是 你信得过神在我们教会 你信不信得过教母团队 你如果不信任 其实是没有办法together 那只是一个口号 但如果你信任 信任不代表他完美 信任不代表我不会做错事情 但是我信任他是神放在这个教会 所以我就愿意一起来陪他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哥林洛教会我没有把那么多经文 他们就开始分档 我是属保罗的 因为哥林洛教会的保罗建议 可是当彼得来过以后 他说我是属彼得 彼得是基法 因为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 他直接跟过耶稣的 所以他说我要跟彼得 另外一批人他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亚波罗很会讲道 还有一批非常属利 他说我谁都不跟 我跟随基督 其实他就是谁都不跟的意思 你这样听得懂吗 他说他跟随耶稣就是 我通通不跟你们 蛮悲逆的 所以你看一个恩赐很充足 也都不错 有一项的教会 不代表能够长时间的 这个走在一起 而且成为一个上帝荣耀的坚者 好 下一章 我们来念诗篇103篇 诗篇103篇 这有一段真理 所以那个治理的规则 要加上真理的法则 来 我一起来念 一杯 来 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 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不轻易发怒 且有丰盛的慈爱 他不长久责备 也不永远怀怒 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代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 天离地何等的高 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 也是何等的大 这里有两个名词很重要 上帝说他使摩西知道他的什么 法则 但是他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 神的作为就好像医治释放 我们为病人祷告 你就看到神的作为 看到神的祝福 看到神的保守 但是不代表我们已经知道神怎么做这件事情 不代表我们很了解 为什么血肉的妇人被医治 其他的人没有 不代表我们知道十个大麻疯了 为什么耶稣医治他 但只有一个人回来 把荣耀感谢都给给他 然后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 他说你的信救了你 那那九个呢 那九个没有得救 他得医治 但是他没有得救 因为他不知道耶稣是谁 只知道他蛮厉害的可以医病 但是有一个外邦人他被医治以后 他突然觉醒了 这个不只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他是神 所以他才会回头 跪在福福在耶稣的面前 大声的称颂神 耶稣知道他被开启 所以他说 得医治的不是四个吧 其他的人在哪里呢 所以在教会里面 充满了想被医治的人 可是却不够认识谁 所以耶稣最后讲了一句话 你的信救了你 意思是说他真的得救 他不只是得医治 阿们 你要看见这些的见证 所以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教会里面 透过你们自己读圣经 牧者的教导 你要慢慢的学会一些的法则 法则就是principle 就是神做事的原则 不要只了解一些rule 一些regulation 一些该怎么样该怎么样 吃饭的时候要怎么吃 等一下照相的时候要怎么照 同工配搭 怎么配搭 那个是一些规则 那叫以色列人 晓得他的作为 还要知道法则 再下一张 奇怪我有一张是龙舟的 怎么不见 谁帮我整理我的PPT 谁 我的那个龙舟的那个 怎么不见 你自动把我删掉了 哈 哈 不是不是 我那个是会动的 哈 他们不知道我的法则 哈 我用一个台湾的 龙舟的那个贯亚军 很精彩的 给你们看一段影片 免得你们睡觉 来跟旁边的人说 上帝好爱你 我的PPT有给你 来来来 那个医情帮一下 是他帮我把他隐身进去的 那个 其实看比较清楚 那个是真的人的 他们在那边拼命的滑 所以龙舟的最前面 一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大鼓对不对 你们马来西亚有滑龙舟吗 那个大鼓的要不要敲 他敲下去的时候怎么样 就是在给一个记号 我一敲你就要一起滑 然后再来再敲 所以咚咚咚咚 他们就可以一直了 怎么样 到底有没有啊 OK好 要不然变成我要滑龙舟给大家看 很吃力 很吃力 好你看 其实两队是冠亚军 好来来来 看一段就好了 不要看太多 这是冠亚军队 看到没有 有什么是一样的 尝尝试看 是冠州公开男子组冠亚军之参 在交换水道以后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 内水道器肉工厂建成房 外水道 is the hero 刚才在第一回合比赛 其肉工厂建成房暂时领先 你有沒有看到鼓聲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 有沒有 加油 加油 鼓聲鼻子的差距 你都不可能了 贏了沒有 好 先到這裡 先前一張了 你有沒有看到什麼 他們兩邊一樣的是什麼 有沒有看到一樣的是什麼 一樣的規則 就是 都要靠那個打鼓 對不對 他們的目標清楚 清楚 一定是這樣的方向 大家是不是一起往一個方向走 這樣就會贏嗎 不一定 所以那裡面有二十幾個人 他們要怎麼樣 他一定要聽那個鼓聲 所以他們在練的時候要練得很敏銳 那個鼓聲下去的時候 就是你的槳要下水的時候 對不對 所以這個要一直練 然後要練到你一個人做這個動作 二十個人都一樣 而且那個下水的深度 我現在跟你們講 深水要盡量一樣 如果人家下這麼多 你才下這麼多 你滑的那個力量就不一樣了 如果人家是咚下水 如果人家是咚下水 你是叮咚才下水 那你就剛好把那個船拉回來 如果人家是這樣下 你又那樣下 那個船就打轉了 所以這裡面有沒有一個規矩 有沒有 有 非常重要 只要你弄不好 就輸掉了 這個是冠亞軍 他們已經淘汰很多艘船了 再來 那為什麼 靠這邊這個會贏 對不對 你看這個其實你看不出來 你要會滑龍舟的人才看得出來 事實上你可以算得出來 我仔細看了幾次 他那個下水的動作 靠左邊這艘船 比右邊那艘船 大概多了0.1秒 0.1到0.2 也就是說到後來你會慢慢看到 他這邊在滑的時候 他滑兩下的時候 那邊才滑一下半 所以他慢慢慢慢就輸了 起先看不出來 起先都看不出來 慢慢慢慢慢慢就出來 第二個 這是一個滑的那個頻率 滑的頻率跟你斷裂有關 第三個因素就是滑的力量 你同樣是滑這一下 可是你的肌肉有力啊 你下去的這個滑的這個力量就很大 你的肌肉沒有另外那一對有力 你一樣是滑一下 但是你滑的那個力沒有那麼大 所以20個人加在一起 慢慢的就拉開 那個船的速度就會不一樣 所以你要贏嘛 你是冠軍隊嗎 請問耶穌是不是冠軍 所以你是不是冠軍隊的 那為什麼你打不了冠軍 一定是你有一些東西沒有操練好 這樣了解嗎 所以不只是意向要有 在整個教會的團隊裡面 你要去協調到大家是一致的一個方向 當兒童進來很多的兒童的時候 家長會不會進來 那請問是兒童去幫助那些家長 還是成人去幫助那個家長 我們教會現在去面對這個問題 兒童同工說 牧師我們已經來不及了 那個兒童進來 他的家長沒有人照顧啊 所以成人小組要去支援他 要不然他們就白做了 所以整個教會要變成一個像大團隊那樣 去常常協調這個東西 很不容易啊 牧師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他需要有行政恩賜很強的人 去幫忙才有辦法 所以整個教會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兩百人左右 但是你往那邊滑 他往那邊滑 他在做的時候他沒有做 他在做的時候他又休息 那個力量就不是二十個人的力量 如果有五個人大家在滑的時候 他說我先休息五分鐘 那就剩下十五個人在滑 然後等到他在滑的時候 另外十五個人在休息 就只有五個人在滑 不會贏的啦 絕對不會贏的 但是神告訴我們說 我們是得勝的一群對不對 我們的神是得勝的對不對 所以教會應不應該得勝 應該是要得勝的 可是這裡面很多要學習 所以我用這個來講 就是說在教會裡面 規矩 協調性的東西非常重要 但是今天要講原則跟 法則跟 不是 法則跟規則 哪一個重要 法則跟規則哪一個重要 你們都會蒙的也猜法則啦 選擇題 當然是法則 往下看 好 我們來念一下 預備來 再講法則 一起來念 唯用愛心說誠實話 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 百結各按各止 照著個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好 再念一次好不好 只有兩節 預備來 唯用愛心說誠實話 凡事長進 連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 百結各按各止 造著個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體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這個是講到一些原則性的事情 在教會裡面我的經驗 其實要去完成一個施工 不是那麼難 比如說我們要辦一個步道大會 然後大家開始分工 誰是舞台的 誰是舞台下的 誰是做設計的 誰是發誕章的 誰是做這個 只要你恩吃夠 其實沒有很難 但是 常常在這些互動配搭的裡面 衝突就來了 所以我有一次辦一個活動 大家去海邊 夏天 台灣海邊很多 你們也是一樣 然後我們就 同工就分配車子了 分配車子 因為共乘嘛 比如說我開一部車 我更是 後面有三個位置 所以有的人沒有車 他就可以坐我們的車 這個叫公乘 好 誰分配 不是我啦 我們有行政同工去分配 那就有人坐到那部車了 因為同工不知道狀況 就是分配分配 就坐到那部車了 那部車那個司機他不很喜歡 他就開始埋怨 埋怨說 為什麼把我分到他的車子 可是分的人不知道啊 哎呦我不喜歡坐這部車子 為什麼 我平常跟他的 這不是很合得來啊 所以他就有自己的意思 所以一個很好的活動 一天的一日有 回來了以後 這個跟這個吵 那個跟那個怎麼樣 這個 所以活動辦得很好 但是關係沒有很好 這個就是規則很清楚 但是原則沒有狀態 你們懂我在講什麼嗎 在教會裡面什麼是原則 他說唯用愛心說成之話 請問愛心是原則還是規則 愛心是原則 你在做每一樣事情的時候 都用神的愛去做 你用神的愛去做 你會做得喜樂 你用神的愛去做 你會願意謙卑的去做 你用神的愛去做 你會想的比較周圓 你用神的愛去做 大家很愉快 很喜樂 因為在愛裡面 有喜樂的高優 如果你做得 心不甘 情不怨 所以做是做得對 但是你做得不喜樂 臉上也沒有笑容 那整個原則就破壞掉 那麼規則也不會帶來很好的功效 這就是我今天 用這個主題來祝福你們教會說 Together是好 可是原則要抓緊 規則要清楚 當你的方向清楚了以後 有這麼一大群人 他如果沒有一個大家都認同的 一個遊戲規則 也沒有按照神的一些屬靈的原則 其實你走不遠 所以非洲有一句俗話 你們聽過嗎 他說 一個人走 比較走的什麼 快 但是一群人一起走 比較走的 遠 那個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人 我不用管你 反正我要怎麼走就怎麼走 所以我走的比較快 可是一群人你要顾到這邊 顾到這邊 顾到這邊 有的人走的慢 有的人走的快 你必須要協調到大家 差不多差不多這樣一起走 那個需要智慧 可是當我們協調完了以後 互相幫忙了以後 走的會不會比較遠 會 因為會彼此綁住 所以弟兄姐妹 Together真的很重要 所以陳牧師講這個Together 是聖經的真理 因為使徒行斷這個教會 就是信的人都是Together 他們是一起去完成上帝要做的事 他們是一起按照上帝的引導往前走 可是這裡面需要注意 意向目標是不是很清楚 第二個 你的管理跟原則跟法則 是不是抓得很準 不見了 好 再下一張 十五節 那我就用這段聖經 我們再把它唸一遍 十五十六 預備來 唯用愛心說誠實話 凡事長精 連於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適 百結各按各止 照著個體的功用 彼此相助 辨教身體 漸漸增長 在愛中建立自己 我講三個可能你們也很熟的啦 我相信陳牧師都教了 第一個 你在整個教會裡面 要用愛去接納 包容 給對方機會 支持 耐心 很謙卑的去服飾 這是一個基本運作 好 所以 不是秀肌肉 也不是 表現自己特別好 你們敬拜團其實戴得很好 非常有很高啊 這個敬拜團 可是我看到他們也是很謙卑 很謙卑的服侍到家 年紀很輕 所以給他們拍拍手 努力他們 不要坐在台下說 為什麼老師那幾個在台上 他怎麼沒有解決我 有一次我們教會有一個 他牧師我想上台 我說OK啊可以上台 那你唱歌唱得怎麼樣 他說我 我說那你唱唱歌我聽一下 他無音不全 他斗人密發說都唱不準 然後他跟我講他要上台啊 你看我怎麼辦 我能夠說無音不全 免談 我就不能這樣看 所以原則是什麼 要接納他 說哎呀 你不是音樂很熟 你都還要想要用音樂服侍主 你真的很不錯 我是憑信心這樣講的 我憑信心這樣講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要遠則對嘛 我接納他 萬一他不能唱 也不會受傷嘛 結果這個姐妹一個媽媽 她真的是發了雄心 她說牧師我五音是不太全 你為我禱告 我每一首歌 我把它背起來 人家唱十遍 我唱五十遍 我一直聽一直聽 哇我覺得這個精神 這個心真的很好 所以我就為他祷告 所以我說你剛開始 配唱就好 配唱就好 然後你可以悄悄的 跟那個音控說 他在唱的時候 把他拉小聲一點 不要告訴他 需要一點智慧 但他可以上台啊 結果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就拼命的練拼命祷告 我很佩服他這個精神 一年以後 神医治他的五音 他最後變成Worship Ego 那假設你在他第一次試音的時候 就說對不起啊 不是故意的 當掉 你五音不全嘛 免談 他不但受傷 被拒絕 他可能就退出 退出教會 他覺得不被接納 所以在教會裡面 這樣的事情是 比較嚴重 多一個人少一個人沒有差 但是可能一個人一受傷 哎呦你都不曉得怎麼辦 所以一定要在愛裡面去跟同工溝通 只要有機會多多的給人家 不要扣留他 讓他試試看 讓他感覺沒有被拒絕 最後就是他實在是沒辦法 禱告讓他自己願意說 好了那我選擇另外一個地方 有的時候他硬是不選擇另外一個地方 糟糕了另外一群 敬拜團同工就來我這邊抱怨了 牧師他唱成這樣你還要讓他上台 那我們怎麼辦 所以你又得安撫另外一群 你愛心接納這個 但是另外五六個很不開心 你怎麼解決 所以你的愛心要很有智慧 你一直愛他一直愛他一直愛他 另外幾個覺得很不公平 為什麼他五盈不全可以上台 所以要很小心這些事情 其實恩賜都很好 但是這些東西沒有弄好 整個團隊就被破壞 另外一個也是敬拜團 他說牧師我很生氣 我說為什麼 他說我在戴的時候他們都不配搭 這什麼可能呢 你在戴的時候他們都不配搭 這什麼意思 我說那你就溝通一下 他說不要 我不想溝通 他說我已經忍很久了 他已經忍很久了 最後什麼 他選擇退出 我跟他講說你不要退 因為他聲音很好 你不要退 他是台灣的原住民 台灣原住民聲音非常好 結果他退了以後 他就不釋風 他是一個裝潢公司的老闆 小公司 不是大人 然後就他在敬拜團裡面 他那個公司一直被神祝福 越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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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神祝福他 他其實沒有念過什麼書 他就是會油漆 裝潢 越做越大 可是出了狀況以後 我說你不要退 你還是要選擇順服 清拜團有團長 你跟他表達一下 你不要退 你是其中一個 Worship Leader 但是你不要退 他不聽我 他還是退 退完以後 他就開始一路走下坡 本來是一個不錯的帳簧公司 他開始就再去投資 因為他又賺到錢 他再去投資的這個動作是錯誤 他不應該投資這個動作 就讓他投進去 最後呢 房子也賣掉 婚姻也離掉 教會也離開 整個完全一塌糊塗 起因在哪裡 起因在他沒有按照神的代理 不該退的他退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原則 我看過我們教委 這三十年來 好幾個這樣的例 不多啦 大概一兩個 所以當 當人家用愛心接納你的時候 另外一個部分 人家給你機會的時候 你要謙卑 你要珍惜 你要緊緊的抓住 然後在教會的遮蓋裡面 你要學習 我等於跳到第三點前講 你要順服 你要順服 因為神在做事 神是有一個次序 這也是原則 神不會混亂 神一定是有一個次序的 那個次序裡面的對象 也許沒有你想像 那麼理想 比如說敬拜團 有一個次序 有團長 然後worship leader 主領的 然後配搭的 然後還有樂團 他有一個次序 所以你要加入的話 你要必須學習 你順服那個次序 順服那個帶領的 他希望你先這樣 你就配合 但是你一直一直覺得自己很厲害 他其實帶的不錯 也算是有很高 可是最後就是因為他不順服 整個人就從敬拜團裡面 連家 連婚姻 連事業 全部一塌糊塗 他現在到哪裡去了 我都不知道 很可惜 我其實想去找他 他其實原來是一個很愛祖的弟兄 就是學期 就是剛剛哥林多前書的 看起來你很有恩赐也很愛神 可是你怎麼這麼肉體呢 那個肉體就是他老我很大 你怎麼跟人家有嫉妒紛爭呢 你知道敬拜團 站在台上的這群人 如果你的人際關係不好 你跟人家有衝突 你的家裡的婚姻有狀況 你站在這個位置是很危險的 別人不知道上帝都知道 我有一次我們教會的一個弟兄 他快要結婚了 結果被我知道了 他有這個婚前不結的行為 結果我從 我從禮拜天走到我們教會過 哎呀他還在台上練詩啊 我說我就跟他招招走 我說你來來來來來 到我辦公室 我就坐下來跟他談 我說弟兄啊你膽子真的很大耶 他是在我們教會長大的 看著他長大的 我說你犯的錯我 我統統都知道了 你還敢站在台上戴敬拜 他雖然不是 worshiping的 他就哭了 我說自己跟團長這樣下來 我不限制你 你勝不過近視禱告 然後你一個月還是兩個月 你覺得過去了勝過了 你自己回去 我只是告訴你 你的情形我統統都知道 你不可以站在台上 當天就下來了 我跟他講你今天不能上去 你上去等於褻獨神 既然我知道了 我就不能讓你上去 這叫原則 這樣了解嗎 教會有一個属灵的持續 所以我就得運用一個權力 我說你今天不可以上去 我的兒子 我自己的兒子 他在高中還是大一的 他是drummer 他是鼓手 結果禮拜六晚上 我回家的時候 他還沒回家 十一點多時候 從外面回來 臉都是紅的 喝什麼 喝酒 明天要打鼓 今天跟同學出去 不知道喝什麼啤酒 我兒子皮膚很白 他只要喝一點點都藏不住的 哇 滿臉通 我說你明天要上台 你先往去喝酒 明天早上不可以上台了 一個月之內 通通不可以上台 這叫做規則 可是我在跟他講的時候 要好好的講 我說你要求主幫助 要用愛心 但是要勸勉他 所以教會在運作原則跟規則的時候 是要很有智慧 你也不要傷害他 可是你也不能任憑他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任憑他的話 你的團隊就完蛋了 神的同在就走掉了 站在台上的那群人 裡面有什麼 男女關係不清楚的 這個東西的 你的全部沒有很高 因為他不是表演 他是在侍奉上的 所以教會要抓這個東西 要抓得非常的穩 你們知道新加坡有一間教會 叫做神之心的教會嗎 神之心 Heart of God 他們在疫情期間 不但人數沒有變少 他們原來大概兩千多到三千 三千多了 我去參加他們的conference 現在變成差不多五千了 今年我們台北行道會辦一個活動 就是他們整個團隊 我去參加他們的那個 那個師母好嚴格喔 他說你是一個私情的 在台上戴敬拜 你應該戴敬拜的時候 非常的喜樂嘛 那非常的喜樂 你的臉應該怎麼樣 應該是笑笑的臉嘛 他說你為什麼都不笑咧 對不起啊 你看他笑得很好 本來沒有笑 然後那個師母連續跟他講三次 說你加個有禱告啊 他還是笑不出來 第四次師母就叫他下來 你回到最基礎的服飾做招待 不讓他上天 所以我在那邊上他的歌 他就說教會有一些的原則 然後在一些的規則裡面 你要很小心在IC裡面去幫助 你有健康 這個教會的平均年齡 二十一歲半 這樣聽得懂嗎 四千人的教會 平均年齡二十一歲半 全部都是年輕人 哇我真是服了他們 好厲害 好厲害 然後我就 我們去參觀的時候 進到他的媒體 那個音控的那邊 台上的人這樣 哇 跳啊 我可以了解 可是背後那個音控的 他在一邊音控 還在那邊敬拜 哇 哇 年輕人耶 大概就是十九歲 二十歲大學生 他這樣訓練 所以 在整個敬拜的當中 我們要學習 真的按照神的方法 按照神的真理 去親近他 神的同在就會臨到我們當中 我還看過一個 他才見 這個不是同工 哈利路亞 他在那邊 然後他帶一個小孩子 大概五歲還是什麼 哈利路亞 那個是台北一個大的步道會 大概有七八千人 一萬人 哈利路亞 我剛好在那邊 我是同工了 在那邊走 在那邊到那 哈利路亞 然後那個小孩子一直吵 一直吵一直吵 哈利路亞 那被小孩子吵了 想來叮叮兩個耳光 哈利路亞 你們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敬拜歸敬拜 血氣歸血氣 我在旁邊看 我也不能去攔住 那是他媽媽嘛 不要再吵了 回過頭來說哈利路亞 世上我敬拜 請問你這是不是敬拜 所以原則不對 原則不對 我還沒有這張啊 你就把我打出來了 太早露餡了 好我們來念一下 來念一下 第二個來講第二點 連於元首基督 連於元首基督 你們知道WLJD嗎 這是美國一個 蠻好的一個語言 就是What would Jesus do 當你遇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他說你要常常問自己 這件事情如果是耶穌在場 他會怎麼做 你要常常問自己 當兩夫妻吵架的時候 一看手上有一個WWJD 那他們有一個手環 當你吵架的時候 耶穌會怎麼做 當你在辦公室上班的時候 大家都下班 偷偷溜走 你要想我是一個基督徒 耶穌如果在這個公司一起上班 他會怎麼做 所以這個運動很出名 他以前掛一個紫色的牌子 叫做WWJD 他其實原始好像是從英國過去 所以有的時候 什麼叫連於元首基督 在教會裡面 我的經驗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做的人 我現在回想起來 就把他赦免了 有的時候做跟不做 我們很難去判斷 所以我們就是拼命做 心態是對的 但是有些事情神說做 你猜錯 神說不一定要做 你就不要做 不要多做 當然更不要少做 所以在教會裡面 要去分辨這個東西 不一定多是好 因為你多的話 就表示有一些部分你漏掉 神要做的你不知道 你繼續做那個你想要做的東西 當然神還是紀念我們的忠心 沒有問題 但是你要整個團隊 focus在意向裡面 together這樣往前走 神說這個先不要做 結果我比如說我做了 我一定要做 就搞到大家疲累不堪 人養麻煩 沒有喜樂 做出來沒過效 所以聯誼元首基督 就是說教會是基督的什麼 body對不對 身體 是頭發命令還是手發命令 教會發命令的是耶穌 祂是頭 我們是祂的身體 神要用讚美燈塔教會 去得著新山 策略要怎麼做 你得問 你得問 問聖靈 問耶穌 整個團隊要尋求的 不是講一講 復興就會來了 我真的是這樣 所以我們教會 現在學會一個功課 就祷告 祷告 問神說要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我的個性是屬於 我弄到我就做了 我速度很快 但是不一定是神要做的 所以你會回想說 哎呀 白做 該做的沒有做 不該做的可能浪費了很多的資料 最後一點我們剛剛講的 順服整體的安排 你必須彼此順服 而且順服負責的活著同工 不是他們比較大的 上帝把他擺在那個位置上 如果我們要長時間 together 一定要有一個模式 我們沒有時間講太多了 一定要有一個模式 讓大家在這個裡面 可以一起配合的起來 他的together 才會是一個long term 要不然跑不遠的 一定跑不遠的 那 陳牧師要負很大的責任 跟我在教會一樣的角色 我要把方向 把重點 把這一年階段的目標 要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們今天不下午 不是有一個team building嗎 team building很重要 它不只是講relationship 你把你的goal 你的目標清楚 合乎意向的目標 要講清楚 然後大概要怎麼做 大家有沒有問題 可以提出意見 然後經過禱告討論 溝通 取得一個大家同樣的感受 然後就let's go let God 然後let's go 所以要這樣往前 好 最後 下一張 一起來念來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 用愛心互相寬容 用和平彼此連絡 竭力保守聖明所持 合而為一的心 英文來 together in Christ together in truth together in holy spirit we are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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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成長 所以你需要在基督裡 需要在真理的法則裡 需要在聖明裡面 用謙虛溫柔忍耐 愛 愛心 和平 保持在一個合而為一的 這個team的一個身體裡面 那麼聖明就大大的動作 你看回到使徒行傳 昨天晚上講的經文 主將得救的人 怎麼嫁給他們 所以他天天開步道會嗎 不是 就是神統在那個地方 非常的吸引 非常 我很羨慕那個東西 我知道很難 因為現在我們都沒有住在一起 當他們住在同一個社區 你一進到這個社區 就充滿愛的氛圍 一進到這個社區 就感受到人的友善 一進入到這個社區 你就覺得神的power 就在那裡上去 一進入到這個社區 你就知道神的恩典 滿滿的在那個地方 所以當人來到我們當中的時候 他會被生理洗 這個時候得救的人就 不要說天天 每一週都可以進來 幾乎你也不用開步道會了 不用開了 因為來的人就不走 來的人就不走 然後他會去再找人來 我常常跟我們的兒童 跟青少年講一句話 因為他們覺得 教會沒有復興啊 沒有正常 我問他們一個問題 就是比如說是青少年 你要一直叫青少年去傳福音 傳福音 做牧者的你要問問這些青少年 你自己每一個禮拜 有沒有很期待要來 聽得懂我在講的 你自己都沒有很想來 然後你要把人家拉進來 不可能的 意思就是說你們中間的神 同在的那個關係跟氛圍 你們教會是還不錯的 他會吸引 如果每一個禮拜六 我們是用禮拜六 Youth group 那些Youth都 三三來遲 都沒有很想來 都沒有想要 Jong在裡面 你怎麼一直 對教他去傳福音 本末導致了 所以本身 真教會需要活在福音的大能 活在福音的恩典 活在福音的愛 活在福音的同在 活在福音的大能裡面 那麼當你出去的時候 你很自然會去分享 你也很有把握 你來我們教會看看 我去到那個新加坡神之心 他們真的是這樣 他說你就來我們教會看看 他敢這樣講 他說你來我們教會看看 然後幾個那個 陳少豪牧師的一些的年輕的牧者 我跟他們台南 通通都是28 29 頂多30幾 很年輕的 哇 這個教會我實在好羨慕 弟兄姐妹祝福 讚美登大教育 我們有意向 陳牧師會給大家一個方向 然後我們學會 按照神的法則 那麼規則就不必講了 因為每個地方文化不一樣 背景不一樣 教會的組成分子不一樣 規則是按照你的需要去定 只要神給你智慧 給你聰明 給你能力 你一定可以定出非常好的 但是原則要把握住 否則會很多人受傷 我們教會發生過這樣的問題 一受傷 他離開教會 他就背後去講了很多負面的話 影響其他的弟兄姐 這個就非常不好 所以願神祝福大家 阿賓 請力來祷告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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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加添你們人數的時候 你們可以有更好的模式 可以被运作出來 可以嗎 同聲來祷告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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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感谢扎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扎美你 今天晚上你让我们能够看到 什么是原则 主啊你让我们看到 怎么样来使用 主啊从你而来的原则 圣经的原则来 继续的来 主啊来带领这个教会 主啊能够继续跟这个教会一起的成长 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要奉主你的生命 主啊你要把你的智慧 主啊你要把你的聪明 主啊你要把你的策略 主啊你要把你的胜利的恩靠 持续的领到我们的当中 持续的来恩靠我们 持续的来带领我们 我们相信主啊将来的三十年 会比过去的三十年 更大的荣耀在我们当中 主啊有更大的恩典在我们当中 更大胜利的恩靠 胜利的工作就领到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相信 主啊这是你伟大的工作 你要在将来当中做其变的工作在我们当中 主啊我们围绕今天 主啊我们去去也围绕明天早晨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感恩 主啊我们相信 主啊明天的早晨恩靠我们更大的在我们当中 预备好我们的心 预备好我们的灵 主啊我们谢谢赞美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aspiration 阿们 阿门 vámy v believes of the people 神像阿们... 但是你一发现他们的丈夫 他们的妻子 第一天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们的丈夫 他们的妻子都一起的配搭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人数 但是我们无视的是双倍 还有加上他们的一些的同伴 他们的同工 我们真的要非常谢谢他们 但是今天晚上我们看到 我有那么好的设计 当他们拿这个时候 我看到我还以为就是 怎么讲的 很好的材料 但是呢 这个都是亲手做的 很宝贵的东西 我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很熟悉 在美和堂 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我真的很感谢神 我相信神有很奇别的工作 在他们教育发挥 那么今天晚上呢 我们要来做一个奉献 我们要看到说呢 上帝要来使用我们的教会 我们看到今天晚上呢 这些都很多的费用 在里面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收一个奉献 同时呢 我们相信将来 将来的赢费 我们会做得更好 好不好 这时候呢 我要请弟兄姐妹呢 暂时我们 我们今天晚上做的奉献呢 我们要做一点特别一点 不只是那一场 就随便拿一个几块钱都放下去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之后呢 当我们祷告之后呢 说上帝你感动我 这两三天当中 祢怎么祝福我 主啊 让我能够透过祢的感动 来奉献 主啊 用爱来回应祢 奉献这个爱来回应神 一个爱来感恩我们的上帝 好不好 好不好 这时候我要请每一位呢 这时候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之后呢 然后呢 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 刚才我看到敬拜团在上面呢 我们请我们敬拜团 要带领我们一首诗歌 然后呢 我们祷告之后呢 今晚带我们一首诗歌 带我们一两次之后呢 招待也才下去受 好不好 好不好 今晚带先来预备 因为我们要带着 欢喜快乐的心 来奉献 阿们吗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你预备好 我们今晚带先预备好 哈利路亚 感恩神 这个时候呢 当我们今晚团 在预备的时候 你说主啊 感动我 这几天我领受了 你感动我 让我知道 今天你要怎么样 用爱来回应来奉献给你 好不好 哈利路亚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 我们谢谢你 你带领的灵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主啊 你也使用我们好多的弟兄姐妹 主啊 我们看到 我们要在这个三十周年的 庆祝 还有这三年两月的 营会当中 主啊 实在有好多的弟兄姐妹 一起的配搭 一起的来工作 主啊 我们知道 同时我们也 主啊 也在这方面 主啊 有好多的经费 我们要再使用 要来应做的 主啊 我们祷告 祷告你感动我们 主啊 因为我们爱这个教会 主啊 我们要把我们的金钱 我们要把我们的奉献来摆上 主啊 求你感动我们 当我们敬拜的时候 你感动我们 主啊 我们谢谢赞美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 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生命 阿们